在当下全球的安全危机当中呢 应该说巴以冲突跟俄乌冲突呢 是最典型的牵动了全世界的神经 那么对普京和内塔尼亚胡来说的话 那么再次通话表明 他们都关注了这两个问题之间的 内在的联系性和联动性 那么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那么仅仅依靠美国因素 靠美国强大的霸权的支持 靠西方的支持 那么试图在加沙地带 实现这个报复性的这个行动 甚至呢 然后试图通过消灭哈马斯 来永久支配加沙地带 我想这样一种想法做法 它会遭遇到非常多的阻力 那么不仅有人权跟人道的危机 以及全世界 然后在舆论跟道德上的反弹和指责 更关键的是 那么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呢 还牵动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这个年动 那么可能造成以色列 那么与周边这个地缘政治势力的关系的紧张 使得以色列几十年来呢 那么苦心经营的 那么有关的这个政治成果 和平安全的成果呢 可能重新陷入挑战和压力之下 所以以色列呢 试图借助 那么与俄罗斯的这个互动呢 那么缓解外部压力 那么一边在战场上推进 另一边在国际这个政治当中 进行斡旋 进行沟通 那么也体现了以色列对压力的一个回应 那么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这样的一个通话呢 事实上呢 也是在寻求 那么如何巧妙的运用 巴以冲突造成的 对美西方的这个压力 来为这个俄乌冲突 乌克兰战场呢 进行缓解 进行解套 那么来这个通盘考虑 以及打好巴以冲突这张牌 来为俄罗斯的这个生存处境 地缘政治的这个地位决策 以及那么战略利益呢 摸取这个更好的空间 更好的位点 以及这个更好的这个谈判地位 所以呢 二人的对话呢 事实上呢 也是这个两场冲突呢 逐渐的开始 就要转向这个谈判 那么转向 那么多方协调的一个信号 就要转向这个谈判地